- 天璣改名,北斗灰師傅,洩露天璣 講完名字,是時候講一下相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除了名字很重要 名字很重要之外,相也很重要 我們這位這麼清脫的美女,是不是生得最漂亮呢? 她最漂亮,我相信應該是嘴巴,再加上笑容 這是吸引的 你有沒有聽過以前的人說,一百傘三醜 她不是醜,一笑解千仇 她無論不開心到笑,感覺很興奮 Renee的魅力有時離在,就是你第一次認識她也好 你會覺得她和可可親,而且她真的笑不停 而且她笑聲很吸引 但你有沒有暗戀過她? 沒有,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名花有主 是你名花有主還是她名? 你明白嗎? 因為她如果電視台節目,你聽她的聲音 例如我做Radio的時候,我對聲音很敏感 我會覺得這個人笑得很開心 不需要看她的樣子,就已經知道她是開心的 但你在娛樂圈裡面看到這麼天然的笑 有沒有笑出來比較假的? 有,有很多的 你會覺得她笑完之後,很假的 就是硬了的笑 我們去片段,我們做了官方給我們 我們看一看 一種叫苦笑 應該在娛樂圈裡面,也有很多這種 苦笑 例如呢 搶眼歡笑 例如說,問你是不是有很多東西做 是呀,有很多東西做,最近也有很多 好笑 好像自己心中知道苦了,你明白嗎? 另一種不是太好,叫做皮笑,不笑 這種在圈中很容易翻 因為笑得太多 緊了,是嗎? 但是別人會感覺到 不懂笑,不懂自然笑 我們拍照的時候,很多時候 你拍照吧 嘖 那些就為了皮笑 但這個特生就嚴重了那種 另一種叫奸笑 但奸笑應該正常就不太容易看得到 通常是演戲的時候就在奸笑 嗯,我想陷害你 嘩,嘩,嘩 但沒問題的,有些人天生的樣子真的是奸奸的 即是你會覺得,哇,你會很防備他 以前那個年代叫石堅 是啊 石堅那年代,石堅是很奸笑的 就算他笑得很正常 還是奸的 都是陰濕一點 不,譬如有時候,還有效果的 羅蘭姐也是 羅蘭姐的時候,如果你有 發鬼故事 對,你只要燈暗一點 他笑就會變得很寒 好了,但我們那些是舉例 要看阿榮的寶寶 我想說,我們又是去片 是 我們想找當中的傳說中 傳宇宙最美的笑容 最好笑容 有個字 最美笑容 最美笑容 都是的 即是你如果拍牙膏廣告 這些真的沒辦法笑 我也很想 哈哈 但你不夠黑,不是黑牙膏就找 白人牙膏 你有沒有看到通常笑 有些人一笑 為何會笑得不夠美 有些笑為何會笑得那麼自然呢 因為你看看他,有一顆酒窩 是啊 那一刻 那一刻迷人 讓我幫你圈著他 讓我先塗回來 哈哈 但我只有一邊的酒窩 是啊 對呀 那你可能多笑這邊 可能你會 左邊呢 可能會多笑 他會這樣移 哈哈 他如果平時 只是做事的話 他一定是只看你那邊 他不會看 我試過呢 有試過做事 然後有些client 他說 一會兒可以選左邊或右邊 我一會兒想你是右邊的 就是這個有漫點 就是不止一次的了 有試過好幾次 只想拍右邊 在上學當中 其實酒窩 有些人以前就說 喜歡喝酒 又或者覺得自己喝到酒 但是呢 其實當中 在上學裡面 有一個問題 是 其實好就好 好就好 不好就是容易腸胃病 不舒服 哦 那他算是好還是不好呢 那一定 如果多一顆在這裡 就會令到整個腸胃 譬如有胃氣 是啊 你經常有胃氣嗎 不是 就是腸胃病不舒服 我經常都不舒服 很容易胃痛 是啊 很容易 酒窩就是代表腸胃不舒服 很容易胃氣 如果兩顆出現 就很容易胃氣 是 還有有些東西就經常便秘 不舒服 一顆就好一點點 是叫做開始 叫做好一點點 還沒去到嚴重 還沒去到嚴重 但偶爾都會有一些腸胃的麻煩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兩邊就麻煩 真的有這件事的時候 不妨多留意自己腸胃上面的健康 沒錯 以防萬一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當面相裡面 因為我們有五十六七 叫做法令 一走到法令 這裡走一顆 還有什麼問題呢 是代表了 那隻腳會先天避 右邊的腳會容易比較累 你不用擔心你那顆這麼下 對 即是去到越大年紀 那隻腳就會容易累 或者有事 但是要碰到還是 即是譬如他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 他算不算碰到呢 其實在法令這個位置 因為原來法令這個位置代表腳 哦 譬如說法令長短 即是代表一個人長短腳 OK 而也譬如說 法令在這個位置 也是這個位置 都代表了 他可能是重心 那隻腳是另一邊重心了 都會令到這個位置特別容易 即是你是右腳重心 不是 他特別會顧累 我特別會顧累 那你要小心 是啊 應該馬上冤了 緊張 怕到腳軟 其實呢 如果在醫學來說 當一個人的平衡 長期暫停的位置 他的腰就出現 是 這個知道 這個真的關於醫學的 是 但是總之 如果這個位置 譬如我們右邊左邊 如果譬如有走鍋的人 通常是不笑的 嗯 你有沒有看到嚴肅的人 會有走鍋的 很少 都露出來了 是這樣的 你所謂的虎嘴 對呀 虎嘴你怎麼會見到走鍋 所以其實來說 逢親有走鍋的人 都是比較善心 和某個人沒有基心 也都不喜歡想事情的人 哈哈哈哈 你全部齊了 本來名字已經沒有什麼基心 再加上樣子也沒有基心 真的大件事了 是啊 對呀 因為你整個人是笑的 那你變成你比較苦 哪會想事情 難怪那一次 我跟他做事 因為我們要Cosplay 他扮官 我覺得 哇 很適合他 那時候我讚到他天上有地下 是啊 現在 你很適合那個造型 原來是因為真的 真的善心 從心那裡善出來 還有一點麻煩一點 是 麻煩 你一定小心 是 因為這邊叫左 這邊叫右 Renee就是右邊的 嗯 因為Renee 這裡代表什麼呢 也可以代表左 是很容易被下屬出賣 這個位置 那你不需要搞生意 不適合 是啊 如果跟別人合作 比如說女性 就出賣她 就是這裡的位置 譬如她的公種 屬於喬演藝圈工作社 她沒有上司下屬那麼多 但是 你剛才說 她女性 你剛才說她貴人的命好 那是否反而 男性貴人比較多 男性會比較好 因為她那邊沒有走窩 哦 就是左邊 就是男仔 所以左邊的髮型比較漂亮 漂亮很多 你笑一笑 髮型很漂亮 但這邊你發覺 你看一下 右邊那邊 好像有雙重的髮型 你們看鏡頭 因為我覺得 比觀眾看 最重要 好緊張 對 左邊是漂亮一點 右邊 明天那麼凹了 鏡頭就會好覺 是啊 你真的看清楚 發覺髮型那邊 左邊比較漂亮 所以如果髮型本身 如果你右邊 你就小心了 很容易被人出賣 尤其是女性 工作方面 如果觀眾朋友也是 假設你有走窩的時候 又連到這個法令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一下 嗯 一定要留意 但是有一個好處 你知道什麼好處嗎 什麼 如果法令有走窩的人 一定是沒有機心 還有沒有野心 對於我也不知道 師傅我完全聽不到好處在哪裡 沒有機心沒有野心 但如果對工作來說 就不好 你說家庭主婦沒有機心沒有野心 連斧頭都不打 整個人好像一隻綿羊一樣 對 那怎麼辦 被人吃了 你留意一下 凡親一個很嚴肅的人 通常法令很深 是 有時以前你想想日本人 嗯 就是拿著一把武士督 這樣 然後法令 通常被人很嚴肅 我正想說劉德華是這樣 他都屬於嚴肅的 其實在上學來說 其實我想講講 如果在男性的法令 其實是代表了一個人事業心重 但是一定要過48歲才好 我不算 我不算法令重 我只有單邊 對 如果女性法令心 就不好 對 有法令的 但是法令如果越深 或者越闊 代表結交頻越多 越闊 你也挺闊的 對 如果可以不是好 但是如果女性法令心就不好 你知道什麼不好 煉法夜草 顯露泰 當然不是 是嗎 顯露泰 女人情 凡親 法令心 男和女都是一個特徵 法令心 對一件事會很嚴肅 或者很嚴謹 如果嚴重 是代表了很容易的SM 就是虐待 就是管束人 但是如果做高層 就會可能好 我馬上很想看看我們 做完工就慘了 所以如果譬如說女性 尤其是女性 女性法令心 是疑心耗塵的 哦 而且她很喜歡管束人 很喜歡去控制人 那這些就是所謂的大女人 我正常說如果選妻才不要選這些 對 空間 空間 剛才我說的 有一個師傅都是法令耗塵的 那你自己猜猜 好 好 我們不要說了 哈哈 那剛才就說了 譬如嘴上 Renee還有一件事 她笑起來 我們先去她的影片 我們要看那個歲數 耳仔 你知道原來 有漂亮的耳環 我想說一說 大家記住 做藝人 一定要知道自己耳仔 行不行 行不行 因為文明在耳 文明在耳 就是耳仔 越高 它就越聲明遠播 怎麼會知道高呢 高在屁股 高過眼睛 熱 貼近眉 給觀眾看看 我不知道 Sorry 你屬於正常的 你只是屬於正常的 我正常說Sorry 我幫你量 你的眉在這裡 OK的 高的 雖然適合在娛樂圈 差一點 一隻扁手指 但OK的 因為如果耳仔越高的人 代表她要求高 又要求 如果她是低 代表她要求太低 師傅是鐵眉的 我們的要求不是很高 你不要說我 真的好害怕 真的還未 但是 其實Venny 有好又不好 她的耳仔夠了 耳仔 其實她剛才有一點怕 師傅 我的耳仔有一點小 很小 因為她的耳仔是偏小 其實女生小 特別是深龜 如果結婚之後 通常是三步不出閨門 哎呀 我還未結婚 她還未結婚已經是這樣的 一放工 第一時間就問她 給她回家 所以如果結婚 找女生 就應該要找耳仔細一點 哦 因為第一 聽話 聽教 第二 我們叫什麼呢 她立刻扔下頭 在家重複 出嫁重複 老來重子 三得的有 你三得都有 三得都有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就不是好得 好像不是很好 好像不是很好 其實如果你算上學來講 譬如以前的古代 一定會找這種 沒錯 但是現今的社會 要出來做事就好像 但是呢 也有一點不好 因為耳仔細呢 因為耳是代表腎 耳腎就是代表膀胱 所以耳細呢 代表人呢 很容易上去廁所 或者很容易一急 就會上去廁所 再加上腸胃不好 沒錯 聖日啊 真的不好 所以耳大的人呢 就是腎大 耳細的人就是腎細 那我腎應該是大 你不用大 你放心吧 寶寶的腎 是的 即是她反而 腰腎那些真的要好好注意 因為她整個面上都有 所以逢親一個女性 如果耳細有不好處 就是很容易叫做 我們叫什麼 神虛 嗯 或者容易凍 都是耳仔 傳中 傳中 手腳冰冷那些 因為上學其實總是一個醫學 其實我看得出 那個人 以前那個年代的人呢 其實中醫 是望文文切的 嗯 是真的懂得把脈 還要看那個氣息 他知道究竟是什麼事 但現在是不懂的 只是懂得把脈 你神虛 你脾胃虛 給你一些藥 師傅說開耳仔 譬如Renee 她不算是貼著的 即是她的耳珠沒有飛出來 嗯 那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其實呢 逢親耳仔 貼的人 事實上 是特別會唇 也特別會 不如你叫綿羊 咩 咩 咩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想說什麼 剛才我說墊了那裡 我們看那個去片 就是看耳仔 是 看我指那裡 其實不是指耳珠 咩 有東西突出來了 那是耳環來的 是 是這個的 耳溝這個位置 耳溝 是這個位置 知道嗎 哦 跌了下去這個位置 是啊 逢親如果女性的耳溝 這個位置是窄 她真的做事有時候很保守 哦 即是你說的是這個位置 是真的 是啊 如果這個人思想越開放 你那個耳溝的位置 就會開始賣褲 哦 即是她這個位置 現在仍然都好像很窄 對 很窄 以前上學來說 其實真正 通常看一個女性 叫來上 不過我們不講這裡 我知道 就是看她一個女性 她是不是秒跳熟女 君子好球 就會看耳仔 因為其實真正上學裡面 是看耳仔 因為耳主神 嗯 那我們先不講這個 好 說回她的 去那個歲數那裡 好 明白 歲數先 好 這個是你自己的IG裡面 讓你拍這麼多的照片 是什麼來的 我自己沒什麼印象 好像有些印象 好我們看看 原來是關於眉的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她上面很多胭脂 很漂亮 很自然 自然泛紅 你有沒有看到果欄 那些什麼 那些士多啤梨 淡紅 其實是這種 不過是的 Renee 因為我看她數額最多 因為她上班之前還沒化妝 她這些位置是自然紅的 就是有些人是要化出來的 還是你已經化了妝 我以為現在又化到 不是 就是你平時化妝 但是平時化妝也是 我以為我自己在敏感性皮膚 有點紅 其實上學來說 你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 左邊和右邊不同 如果你是 譬如說 有煙脂紅 是代表 要是你暗戀人 要是人暗戀你 你長期被人暗戀 我兩邊都紅 我以為有暗戀 所以你這麼多粉絲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如果藝人 如果他有天然的紅 是代表經常迷戀他 有很多粉絲 如果這個 見上發黑 代表沒有什麼粉絲 難怪你和奇奇差那麼遠 奇奇沒有你這麼紅 奇奇不要生氣 我們一個好朋友 因為他有很多 我自己也知道 他有很多很忠實的粉絲 有些粉絲可能 他喜歡你 但是他會過眼雲煙 但他那些都挺主要的 我想說 為什麼他會做了歲數 你看到二十九三十圈 我們先捐住他 二十九三十 二十九三十 即是二十年之後的事 不是 他現在九歲 因為如果走二十九和三十這個位置 我叫二十九三十三臨步 這個位置其實是怎樣 這個位置我們叫祖墳 如果你去拜祖先 拜得好 就會令到你家運好的 如果這個位置編粒 代表祖先沒有秘入 但是 你這個位置 就是這邊 代表你爸爸的祖先是好 媽媽祖先是差一點的 即是壯 或者少拜 即是你沒有拜媽媽祖墳 他就令到 那你又真的 哇 真的對 如果這邊 如果這邊 再去到祖墳 我真的不知道 這邊特靚 是代表了 即是你男家 即是爸爸的祖墳 那個很靚 是有秘淫 還有可以保護到你 所以才能生到你 那麽 那麽順 那麽順 沒錯 如果左邊 就代表男家的祖墳 即是代表右邊 就是媽媽的祖墳 是不好 即是代表媽媽的家運 都不好 都會比較慘 即是家裏兩邊 可能會有少許差別 而你再走29歲 意思是說 是相對弱些 即是會令到自己個人 譬如說 不開心 多煩惱 即是去年 就29歲 嗯 那30歲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個解決方法的 那一陣子我會再講講 在風水上的方便 OK 但是如果我們按照來講 女性最重要是看什麽 看什麽 就是看鼻子 喔 朱膽鼻 以前經常都說 那她真的名符 其實100%是朱膽鼻 我? 但是你是漂亮的朱膽鼻 你擔心 你還要記得 我是朱膽鼻 你不知道嗎 你是 你是 不是朱膽鼻 朱膽鼻不是很壞的東西來的嗎 不是 有些人覺得 樣子好像不太漂亮 但是你是屬於漂亮的那種 有些人會 她真的很迷戀 她真的很迷戀 有些真是 外面小聲大聲 哈哈 不是 有些人是朱膽鼻得來扁了 那就不漂亮了 我以為那些是朱膽鼻 真是小豬 你先給我一支筆 我肯定碰到她了 我幫你碰到她了 我幫你碰到她 其實我側面一點 其實一個朱膽鼻 首要條件就是一定要微彎 不可以太直 因為原來 她也不屬於太直嗎 她這個直 但她不是叫高 她少少彎下去 OK 逢親如果彎彎的人 逢親這個位置是山根 山根這個位置再彎彎 代表她命中很遷就老公 對方 這個樣子也是一樣 很氣餒 超級生成這樣 但是 因為這個位置 豬膽鼻就是有個膽子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如果是漲卜 是代表餵到老公去掙錢 好了 今天我們來一個招親節目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娶到這個 天間的美女 和一個這麼有呼吻的美女 宇宙少之有少 可以先聯絡以下這條意思 這個真的是看VIP才能夠進來 可以認識到 我們節目尾聲會把她的電話打出來 會不會到時下面很多粉絲圍著 有很多責任出街 很多人要搶我 其實真的證明了她將來 可能結婚之後 運氣就會很好 會不會呢 會的 但是記住 如果你剛才我說的上述 名字 因為其實上好了 但名字是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她本身下面的形字 正在燒慢 就是頭慢 變了會很容易彈花燕 所以其實來說 如果她的形字 不應該放在那裡 例如假設 理、形、慢 大展明慢 不要聽 所以第三個字 改一改 就會更加 明白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就看了她面相大 的情況 我們稍後就會說另一部分 因為另一部分 我們就會開始說 工作魂 這個最擴張 因為她已經發了一堆問題給我 問她關於工作上面的東西 我們稍後見 你拿 好